好,我们来看这一题 如果呢,x等于-2则3x加1等于多少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做x等于-2 这个x等于-2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在式子里面遇到x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换成-2 x就是-2的意思 遇到x就换成-2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数学上呢叫做代入 把x等于-2代入 就是把x换成-2 那我们再看题目要我们求的3x加1 请注意哦 这个3x加1还有一个重点是说 这个3x 事实上呢,这个3x 其实它是3乘以x的意思 中间省略掉了一个称号 那你务必先把这个称号 先把它加回来 你再把x换掉 再把x代入 这样子比较不容易算错 3x就是3乘以x的意思 所以呢,整个式子呢 就会变成 3乘以x 遇到x呢 就换成-2 遇到x就换成-2 那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数学上叫做代入 其他的呢 其他的呢 都照超 所以呢,遇到x换成-2呢 我们在数学上就把它叫做代入 那代入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算哦 请注意 先乘除 后加减 所以你要先算3乘以x2 3乘以x2是这样 正负 得 负 3 2 6 所以呢 前面这里呢 就是-6 然后再加1 -6加1什么意思呢 欠6块 我有一块 我本来欠6块 我有一块 我还别人之后 我还是欠嘛 欠多少 就欠5块 等于-5 所以呢 这个3x加1呢 最后呢 算出来答案 就会等于-5 这个题目 我们先讲到这边 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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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